第一天的胸圍是36 嘿 大家好 我是ST 從現在開始 9月18號 我將維持30天 一直到10月18號 每天做300個伏地挺身 來看看我們身體的變化 但是因為我本身有在健身 所以我很怕這30天會浪費掉 肉眼會看不出來 所以我請出了一個好朋友 捲屎先生 我決定呢 在今天第一天 我先量我的胸圍幾吋 還有我的臂圍幾吋 然後30天之後 除了照片以外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的胸圍跟臂圍 有沒有成長 先量一下我們的胸圍 人手不足 所以胸圍自己量 目前胸圍差不多是 36 我記得彭于彥是44吋 我現在36吋 還差他 41-36 36-37-38-39-40-40-41-42 數學真的爛透了 還差他八吋 畢圍的話現在是 畢圍我們的兩種好了 第一種是 還沒出力的時候是13.5 然後出力的時候是14 所以第一天的胸圍是36 畢圍還沒出力的時候是13.5 出力的時候是14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30天之後有沒有猶所長氣的 100 100 我這300給是不是攝影太多 我們說到說話 300就300 分幾分 混合 胸圍長了3.5吋 碧圍總共成長了 14.5 13.5 14 數學到底有多爛 0.5吋 0.5吋 所以這一個月實測結果 胸圍成長了3.5吋 碧圍成長了0.5吋 不定體身呢 真的可以讓胸圍大幅成長 也可以讓碧圍大幅成長 它會訓練到我們公三頭肌的部分 一起訓練到我們公三頭肌的部分 所以男生們想要讓手出狀的話 不定體身是你在家的好選擇 不要再說你沒時間運動 是你沒有堅持運動而已 這次的實測結果呢 每天參賽下 一開始是大概花三四十分鐘把它做完 後來呢 我都把它盡量在三十分鐘內做完 所以其實你一整天下來 你只花了三十分鐘運動也是可以的 所以不是沒時間 是你沒有堅持去做